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抓之后赃款竟然还多了60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020年2月10号 南京的一家公司准备复工复产 老板孙健却发现 公司的财务系统无法登陆 优顿也出现了异常 而紧接着银行那边反馈的信息 更是令他大吃一惊 公司账面上竟然只剩下几百块钱了 账面上原有的1900万元不翼而飞 孙健立即报了案 警方经过调查后发现 该公司的监控系统早就已经被人未关闭 并没有留下有用的影像证据 财务电脑的信息资料也被彻底清空 调查取证难度极大 警方判断这应该是一起 有预谋的内部人员作案 随即在员工内部展开了调查 结果发现 公司的财务总监索南失联 而且他的办公室用品早就已经搬空 这个房间内还经过了细致的打扫 一尘不染 指纹更是无处提取 于是索南成为了重要嫌疑人 警方认为 这个叫做索南的男人 有着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索南很有可能是一个假身份 而且很有可能有过前科 但是 警方苦于手上没有任何他的个人物品 甚至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 他的身份又要怎么确认呢 这个时候 一位女同事无意间说到 索南给他修过凳子 警方就在这个凳子上面 找到了索南的指纹 经过比对 索南的真实身份 这才浮出水面 原来这个索南 根本就不是他在公司里面所说的 人民大学毕业的 有着丰富财务管理经验的高级人才 而是一个 有着两次入狱前科 学历仅是初中毕业的人 他的真实名字 叫詹恩贵 这个人叫詹恩贵 1980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岗市 齐春县坛临镇 詹恩贵的家庭条件非常普通 詹夫詹姆都是农民 没有固定的收入 主要就是靠着家里面的积木田地度日 为了改善家里面的条件 詹夫詹姆有时候也会外出打工 但是因为学历都不高 找的活也都是一些苦力活 并不能够改善家里面的条件 詹恩贵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 可以说是有一些贫困的家庭里 他打小心里就有一些自卑 也一直想着将来要赚大钱 虽然他从小就聪明 但是在学习上并不用心 成绩也不好 初中的时候就辍学外出打工了 一开始他也没有去多远的地方 在湖北省当地找了几个工作 但是因为初中没毕业 能够找到的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好 挣到的钱勉勉强强能够生活 詹恩贵觉得这样的生活 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他想要挣的是很多很多的钱 于是他就去到了上海打拼 但是他的初中学历在上海 也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就在他四处碰壁 对上海的工作挤进绝望的时候 他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 虽然活不轻松 但是这个岗位对于员工的学历 是没有硬性的要求的 詹恩贵就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也不管是什么岗位的 立刻来到了公司应聘 应聘的人也很好说话 看詹恩贵人也不错 就拼用了他 就这样 詹恩贵在上海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对于这份工作 詹恩贵还是非常珍惜的 在工作上十分地努力认真 起初 詹恩贵和同事之间相处的也还可以 但是等到了熟了之后 有的同事知道了詹恩贵来自农村 而且初中都没有毕业 就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 他们经常会指使詹恩贵干活 在他面前说一些有的没的 有个别的同事 还会拿他的学历来开玩笑 虽然詹恩贵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来 但他一直在心里 暗暗记恒着那个开玩笑的同事 想着总有一天要他好看 不久 这个机会就来了 那个同事家世上海本地人家庭条件也不错 那天那位同事正好有急事 需要大量的现金 同事就去银行取了钱 并且把钱带到了公司 而詹恩贵正好看到了该同事的这笔钱 没有忍住内心的欲望 偷走了这60万元的现金 因为是第一次动手 他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 钱到手之后 詹恩贵没有敢在公司多待着 就想赶紧走 就随便找了一个理由跑了 而同事发现钱丢了之后 立刻报了警 由于詹恩贵当时也是第一次作案 没有任何的准备 完全是一时冲动 所以警察很快就查到了他 人赃并获 面对来抓捕他的警察 他没有任何的抵抗 非常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 被判了五年的时间 由于在狱中表现良好 服刑了三年后就出狱了 本以为这次的经历 会给詹恩贵一个教训 但是没有想到 他竟然走上了另外一条 无法挽回的道路 2009年 詹恩贵出狱之后就开始找工作了 但是由于学历不高 并且已经有了案底 大部分的公司 在查明身份之后都拒绝了他 四处碰壁的詹恩贵 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既然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污点 那换一个干净的人生不就好了吗 2011年5月份 张恩贵用500块钱 购买了一整套的假证 包括身份证 户口本和毕业证等 他摇身一变 成为了云南财经大学的 本科毕业生肖丽锐 成功地应聘到了国企单位 四川八南高速 第五核断项目部的出纳岗位 除了学历姓名是假的 他还给自己塑造成了一个 来基层体验生活的富二代形象 对外界介绍自己家里的父母 是做一点小生意的 开了一个小公司 自己出来打工 主要是积累一下社会经验 到时候还是要回去继承家产 他对同事们也很大方 会主动地请同事们吃饭 给同事展示自己的奔驰车钥匙 虽然那辆奔驰车 从来都没有人见到过 凭借着认真的工作态度 和圆滑的为人 这位叫肖丽锐的同事 很快赢得了同事们的 一致好评和信任 在单位工作四个月之后 张恩贵已经把公司的 信息的账户情况都摸清楚了 趁人不注意 伪造了领导签字 撬开了保险柜拿走了公章和优盾 取走了公司账上700万的公款 警方通过调取监控 很快就确认了 是这个肖丽锐拿走了现金 但是因为这个肖丽锐是个假名字 他所有的信息也都是假的 警方一直追查 但他就像是隐形了一样 迟迟无法归案 最终 警方根据肖丽锐当时女友提供的线索 确定了这个肖丽锐就是张恩贵 身份是确定了 但是这个人在哪里呢 警方将张恩贵的个人信息 登记在了公安部的内网上进行追讨 张恩贵这一边呢 有了上一次的被抓经历 他潜逃期间不停地用假身份 首先他盗用了王小蕾的身份 还用了这个假身份谈了一个女朋友 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出面 见女方的家人和朋友 也很少往人多的地方去 更不愿意合影拍照 2013年初 潜逃一年的张恩贵 冒用罗敬武的身份 去当地派出所补办二代身份证时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警方确定 罗敬武就是张恩贵后 根据他在派出所留下的身份证 邮寄地址 最终在山东省青岛市某小区内 将其抓获 警方在张恩贵的住处 发现了四五十张假冒的身份证 和大量银行卡 从这些银行卡中 追回了资金410多万 而这时的张恩贵 竟然又换了一个李正中的身份 任职于青岛某建设集团公司 他第二次被抓捕 被判了7年 这一次入狱服刑 张恩贵在狱中除了吃饭 睡觉 劳动 唯一的个人兴趣就是读书学习 服刑期间 他以超强的意志力自学了 高级会计 法律 企业管理 甚至还报名注册了 会计师的考前培训班 由于表现良好 张恩贵再次的提前减刑出狱 服刑了五年的时间就出狱了 上演了一版 张恩贵的救赎 俗话说 再一再二不再三 张恩贵已经两次因为盗窃 被抓捕入狱了 再怎么说 也一定长记性 不会再犯了吧 但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这两次的被捕经历 不仅没有让他意识到错误 反而让他积累了经验 出来没有多久之后 就又走上了老路 2018年出狱之后 渴望报复的张恩贵 迷伤了网络赌博 结果是输得一塌糊涂 而且像他这样多次入狱的人 工作肯定是不好找的 无奈之下 他想到了之前接触的 伪造证件的那个人 几经周折联系上了那个人 并且和他做起了一样的 倒卖个人信息和证件的违法勾当 而有一天 他在倒卖个人身份证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叫索南的身份证 这个证件的出现 让张恩贵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这身份证上的照片 和自己实在是太像了 张恩贵就索性借着索南的身份 为自己量身打造了一份 极其亮眼的简历 索南 人大会计学专业本硕联读 注册会计师 曾在全国知名的建筑国企 任财务负责人 财务经验丰富 很快 亮眼的简历 让他收到了好几家 大型企业的面试通知单 多家大企业对他都很满意 但是却都卡在了 最后的证书查验环节 终于 在无数次的入职失败之后 他迎来了机会 一家位于南京的公司 由于业务的增长 急需用人 而面试的主考官 就是老板本人 孙健 孙健亲自面试了詹恩贵 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詹恩贵对于税务 法律 投资等方面的知识 是表现得十分专业 对于老板孙健 在相关内容方面的提问 詹恩贵不仅对答如流 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和孙健一起探讨了 可以怎样更好的 发展公司等等 孙健对于他的表现 和学历是十分的满意 为了应付入职的背景审查 詹恩贵给自己 编了一个家庭背景 父亲早晚 母亲在南京 经营奢侈品 还安排人冒充了自己的母亲 和前公司领导 应付了公司的入职审查 关于注册会计证书 他则表示 证书还挂靠在上一家公司上 因为上一家公司 已经准备上市了 所以暂时不方便转出来 因此现在的公司 也不用帮他交社保 因为这样帮公司 节省了社保等费用 公司也就没有细究 这家公司有一项没有做到位的 就是学历审查 不过詹恩贵是广泛投了很多公司 投了多了 那遇到一家有疏忽的也很正常 而另外一方面 面对受到老板本人大力赞扬的人 审核人员也不由得放松了警惕 于是就这样 未经证书查验的索南 顺利入职成为了公司的中层干部 月薪两万 詹恩贵进入公司之后 工作认真努力 和同事也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化名为索南的他在公司一直以南京土著富二代自居 说他的母亲在南京的市中心新街口 有一个奢侈品专柜 在那里还有一套豪宅 但是其实 哈住的地方距离新街口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入职之后他经常给同事带小礼物 有的时候给女同事一瓶迪奥香水 有的时候给男同事一支扣持的票夹 以此来拉拢人心 有热心同事提出要顺路载他上下班 他为了不让同事起疑 每天雷打不动五点起床 挤地铁到新街口下车 再装作若无其事地从附近的小区出来 搭同事的顺风车这样的来回跑圈 他坚持了八个月的时间 和同事混熟之后 他也会从同事的口中打听孙总信息 得知孙总爱打乒乓球后 他就报了一个学习般练球 不久公司组建团建活动 詹恩贵就和孙总来了一局 棋逢对手 孙总非常开心 之后周末老板经常会叫上他一起打球 通过这种教科书级别的职场手段 詹恩贵很快就成为了孙总身边的红人 当然最让老板赏识的还是他的硬实力 公司的电脑坏了 詹恩贵三下五出澳 就帮同事搞定了电脑 让老板的重要文件得以顺利发出 而在本职工作上 他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在该公司任职期间 虽然是财务人员 詹恩贵的主动请因 为公司处理了两起法律纠纷 并且还都完美地解决了 没有损害公司一点利益 同时 詹恩贵还曾经主持过 两个价值过亿的投资项目 为公司赚取了许多利润 如此亮眼的工作成绩 仅仅三个月后 孙健就提拔詹恩贵成为了公司的财务总监 此时 他的年薪已经到达了36万元 这一次 伪装成所难的詹恩贵会满足吗 当然不了 他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为了方便窃取公司兑付资金 以及支付邮顿密码 他以资金审批流程不合理为由 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财务审批制度 建议公司修改资金输出审批制度 减少审批流程 这个建议得到了老板孙总的支持 让他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付款权限 和邮顿的保管权 万事俱备之后 2020年1月24号出席当天 他先是要求一个人留守公司值班 后来又告知大家要陪女朋友去英国度假 向老板请了一个长假 急着回家过年的同事们 谁也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恰逢疫情来袭 这一年的春节假期 比往常要更久一些 一直到2020年的2月10号 出现了我们开头所提到的那一幕 刚开始警方将索南列为重要嫌疑人时 全公司上下都难以置信 因为孙健甚至在1月28号 还收到了詹恩贵的工作计划书 放假期间索南还发了拜年短信 由此可见詹恩贵心思之缜密了 说到詹恩贵这一边 他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在计划着这一切了 他先是拿了2万块钱找到了两名大学生 用他们的身份信息注册了几个皮包公司 公司的注册地址都是在深圳 在拿到那1900万元之后 立刻把钱转到了皮包公司的账上 他用假的身份证买了一张去深圳的火车票 然后让那两名大学生同去深圳 把这笔巨款给全部以现金取了出来 然后交给了他 他自己全程都没有在监控下路过面 为了携带方便 他还把那1900万元兑换成了更大面值的外币 放在了一个巨大的黑色行李箱里 准备偷渡出国 他曾经试图从深圳出境 可是由于当时疫情的原因 他没有出去 于是他只好先返回了广州 住在了酒店之中 等待时机再行打算 这里也可以看出张恩贵的心思缜密 他取钱是在深圳取的 但是住宿却是在广州 而警方这一边通过排查比对 在火车的监控录像里面 发现了随身带着这个黑色大行李箱的张恩贵 这黑色大行李箱 可以说是张恩贵的最大破绽了 因为他走到哪里 都带着这个装了1900万的大行李箱 一般人是很少会带这么大的 火车站里面人来人往的 但是他拿着这个大行李箱是十分的显眼 警方一下子就找到了他 警方再继续排查各路监控 寻找这个拿着大行李箱的男人 发现他住在广州的一家酒店里 但是等警方赶到 他已经离开了 随后监控显示 他坐上了广州开往长沙的火车 在中途下了车 几天的辗转后 他又出现在了贵阳火车站 后来他想要从中缅边境出境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 车站加强了安检 边境也很严 张恩贵无法出境 于是他去了之前待过的贵阳 找了地方落脚 最终 警方将他的最后落脚地点 确定在了贵阳某小区的一栋居民楼内 为了避免破门时间过长 张恩贵毁灭证据 警方决定在他外出时实施抓捕 2020年2月21号上午 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 走出了单元大门 他戴着假发 乔装打扮 蹲手干劲却一眼看出来 这个人就是张恩贵 一拥而上将其抓获 藏在他房间的装钱皮箱 也被打开 经过清点 钱款一分不少 全部追回 而魔幻的是 当警方将张恩贵带回来南京 把赃款交还给被盗公司 财务人员将这些美元 重新兑换成人民币时 由于汇率的波动 1900万 居然还升值成了 1960万元 不到一个月 净赚60万元 在法庭上 熟悉法律的张恩贵深知 如果以盗窃罪量刑 那么1900万 就足以让他把牢底给做穿了 因此他对盗窃罪指控拒不承认 便称自己之所以提走1900万 完全是因为贪心太重 加上前期因为网络赌博欠下了巨额债务 这才利用公司的职务之变 非法获取了公司钱款 所以自己只是职务侵占罪 而职务侵占罪最高也不过被判15年 但是检方给了有力的驳斥 首先他在入职之后不久 就找到了两名大学生 利用对方的身份信息 在深圳注册了多家皮包公司 为后期转移赃款做准备 是有预谋的 其次他为了转移那1900万 从同事那里拿走了 不属于他管理的另外两个邮敦的密码 这也属于盗窃行为 最终詹恩贵被以盗窃罪判刑15年 处罚金80万元 事件到这边就讲完了 詹恩贵的经历 表面上给人感觉非常传奇 很厉害 一个骗子为了骗更多的钱 居然把自己历练成了一号人物 专业能力过硬 只有初中学历 却能够做到财务总监的高位 而且竟然做得也还不错 这似乎是一个喜剧 可是硬币的另外一面 却是一个极度自卑的人 将自己一步一步地推入了黑暗深渊 他拥有很高的天赋 也拥有很强的意志力 但是却不肯用在正途上 只能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 来维护自己可怜的自尊心 和虚假的生活 2013年 兰木祖曾经在他第二次入狱之后 去往詹恩贵的家乡做过采访 采访当中 父亲一直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 说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 证据就是 詹恩贵寄来的上面刻着有 清华大学字样的杯子 第二次被捕后 面对警察的审讯 他开始时 坚称自己是浙江大学的毕业生 被戳破之后 才无奈对着审讯人员大吼道 我是文盲 文盲好了吧 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最后 请大家保持警惕 保持安全 我们下期再见